绝对不是嫖娼这么简单 那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是有组织的 他负责向下管理那些女人 老板负责向上管理客户 我呢 让他们产生化学反应 而制造张艺琳坠楼的红桃六呢 恰恰是破坏了他精心组织的这个事件 所以很显然 红桃六和这个组织是对立的 贾明明手里有一份张艺琳很重要的东西 他关系的不只是一个人 你必须立刻从贾明明手里夺回来 如果你能得到这个东西 那么无论你的地产生意还是其他生意 都将因此而受益 四创名斋已经是违法了 你这是敲诈 我不能再跟你犯法呀 放开你 放开你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他一定要被人杀人灭口的地步 贾明明家小区的视频监控管理员死了 他的死百分之百跟你有关系 案发当天贾明明家小区门口的视频监控 全部被删除了 你是说这些视频 是红桃六放到你家门口的 你好 我叫贾静静 我们又见面了 贾明明还有个妹妹 贾静静说的她和她姐是去年才相认 之前一直都是黑户口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姐姐 不管她是死是活 所有的谜题终将会水落石出的 我们太成了大事了 每次都是你师父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 每次都是你师父从死者身上找到红桃六不可 刘红桃说 他要洗底 他要毁了黄瓣城的生意 然后重整河山 刘红桃 我早晚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就是这张牌 对不对 我哥怎么可能是红桃六 看我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 该是我们为他的涅槃重生添一把火的时候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还不如一只 害人的苍蝇 你是杀人犯 刘红桃有多么爱他的妹妹 就算为了他的妹妹 他也会把李浩哲的后事处理干净 我给你个机会 做我的县人 可以让李浩哲 接替贾明明直接为他做事 人火烫 杰铺打死你